我是辛迪,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新一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章节,就是加瓦函数库 那本次课就是第六节的第一个主题,类的组织,包 那包的概念哈,其实我们在前几次课的这样一个案例学习中呢 已经介绍过包的概念 但是呢,在本次课我们还是把它做一个独立的主题,来详细介绍一下 那包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前几次课使用的这样一个工程哈,加瓦的工程 那在这个加瓦工程中呢,在SRC哈,原文件夹下 我们都分别建立了几个包,括目点,辛迪点PKG1哈,点PKG2和点PKG3 那包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 包的概念,首先我们要学习包,就得学习 第一个关键字叫做PKG,这是我们之前写过的案例哈 在这里呢,我们新建一个内,它都会自动生成一句话叫做PKG空格某某某 那PKG是什么意思呢? PKG中文就是包哈包,有点像女孩子上街喜欢逛的,喜欢带的包哈 但是呢,在加瓦里面这个PKG叫做打包的意思 打包是什么概念呢? 啊,我们之前在这个demo案例里面哈 我随便挑一个 嗯,挑一个单独的engine,引擎 咦,这个引擎是没有写任何东西的哈 现在,写一句话,package package的话呢,testpkg1 好,public,class,ng,保存一下 那,我们写package的时候哈 一定是在类的声明之前写 也就是这个加网文件的第一句话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DOS窗口哈 打开DOS窗口 呃,我这个地方还专门打开了一下我们这个engine.java 所在的文件夹F盘的demo 好,接下来我来用DOS环境下的编译 诶,大家经常看到这个编译的命令吧 只不过呢,engine.java 我们在这个地方后面要加上一句话 -d -d是指定生成的class文件的目录 空格点,一个点是指当前的目录 就是当前的demo文件夹 回车 好的 诶,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testpkg1 这个testpkg1是哪里来的哈 就是我这个engine.java的第一句话 package testpkg1 打开这个文件夹出现了engine.class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写上这个在一个类的前面写上一个package 即命令哈,实际上是指我这个engine.java 编译成的class文件要放到,放到一个叫做testpkg1的这样一个文件夹下 其实对于java的package来说,这个包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文件夹 当然,我这里还可以再多写几层 com.cindy.testpkg1 好,重新编译一下 OK 返回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其实package com.cindy.testpkg3层哈 这个点是怎么回事 首先看到最前面的是com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com文件夹 com文件夹 com.cindy意思就是com文件夹下出现了一个cindy文件夹 cindy文件夹下呢,又出现了一个testpkg1 在这里面才放了engine.class文件 OK,这个呢,就是打包,就是package一句的含义 接下来 接下来哈,我在这个地方把man函数 补充好,补充好,写一句简单的system.out.println 好,println就是hello好了 接下来重新编译一下 那好,既然哈 既然呢,我们java.cengine.java.d. 那会生成这个package指定的这个目录 com.cindy.testpkg1下的engine.class 那我们如何运行这个engine.class呢? 好,java.conda.java.com. 那我们同样也是通过java命运 但是如果你直接写engine 他会报错,找不到这个类 找不到这个类是因为engine.class 并不是直接在demo文件夹下 那我该怎么做呢 加瓦空格 com.sindy.testpkg.engin 哦 这个地方 我貌似把这个pkg的p 变成了大写哈 注意 我们在运行这个加瓦命令的时候哈 注意这个包名必须跟他package指定的这个包 要一模一样 好 现在输出了 哈喽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示例哈 只是想展示给同学们看 在加瓦中package命令是用来打包的哈 也就是说 他会把这个内文件 在编译成class文件的时候呢 是放到package指定的这个路径之下 这也是为什么呃 我们用myeclips的时候哈 在src下新建一个包com.sindy.pkg1 好 我可以打开看一下 他是把这个加瓦的原文件也会放到这个包之下 那编译之后的原文件也会在空间新地点pkg1之下 好的 这个就是包的概念 包的目的呢 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哈 打包的目的呢 其实是用来组织内文件的 我们一个包里面呢 是可以放很多很多的内文件 当然我们加瓦中间当然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包的存在 那在pkg1中的这个文件 想要掉 哈 想要掉pkg2中的这样一个 base点加瓦 该怎么做呢 比方说 呃 我在发热的这个里面 要弄一个base obj的newface 一个包中的文件引入了另外一个包里面的类文件 该怎么做呢 好 这就用到了加瓦包中的第二个关键字 叫做import import中文就是打开引入导入的意思哈 导入括目点 心理点 pkg2点 base 好 保存 这个错误哈 这个错误的原由在于欧盾 这个base类是没有不太参数的构造方法的 这又是上一节课的内容哈 把这个不太参数的构造方法恢复 接下来在father类中我要引入base类 得到base类的一个对象 那必须使用的一句话就是import import导入导入括目包 括目包心理包pkg2下的base类 记住这个点其实就相当于文件夹的一个分层和分级哈 点之后的实际上是点之前的这个包的子文件夹 ok这个就是package和import 请注意package必须是类文件中的第一句话 而import是导入导入是必须跟在package之外 不管是package语句还是import语句 都是在类的声明之前 当然我们一个类里面可不可以导入多个类呢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点sub 有时候呢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用信号 信号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pkg3下的所有的类文件 引入pkg3下所有的类文件 当然这里报警告是因为这个我们开包哈 就是引入的这个sub类呀 还有pkg3包下的所有的类 并没有在程序中用到 所以他这里给了一个黄色的感叹号警告哈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如何使用package组织类 以及如何使用import 引入已经定义好的类 好 这就是加瓦导书库中包的概念 同学们学会了吗 好 我们下次课再见